大家好,欢迎收看致富达人 今天是6月28号礼拜二 今天礼拜二的盘相当的沉闷 除了早上跌势很凌厉 过后撑了大半天 撑了两个钟头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大盘 这个礼拜周董是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K线 我常跟你讲 我说不要自作聪明 也就是想要从最高空到最低 什么叫最高空到最低 当然很简单 我想刚开始做期货选择权的人 一定有这样的想法 一定有 那周董也年轻过 当然也有这种很荒诞 不切实际的想法 也就是18619这个点 一放空空到15102 大赚三千六百点 三千六 三千六 了解吗 大赚三千六百点 那一点两百块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波段下来就可以赚七十二万 一口单 一口大台 可以赚七十二万 很简单 对不对 错 为什么这样错 答案来 来看一下 你呢 18619就算你空到了 跌了一千点 你不补试试看 它弹了八百点 了解吗 弹了八百点过后 你以为呢 要往上了 结果呢 锯齿状的往下跌了一千五百点 锯齿状的往下跌了一千五百点 你不敢空对不对 好 接着你想做多 看到了W点想做多 你做多试试看 才赚两百点以后 杀你两千点 了解吗 接着你想说弹起来 万般皆是空 你空空看 直接嘎你一千两百点 嘎完以后相对的 你想说拉回做多对不对 拉回做多你试试看 你一万六千五做多对不对 直接杀一千五百点 让你血流成河 这就是真实的操作 了解吗 可重点来了 妄想从18619空到 一万五千一百点 如果是错的 有没有永远对的方法 来我教你 永远对的方法呢 就是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 你看当时候呢 礼拜四礼拜五的发动 比如说呢 礼拜四发动往下 对不对 发动往下呢 礼拜五呢 配合他 一路往下 那相对的 这个礼拜呢 往下的几率呢 大增 大增过后呢 这个礼拜做空 这个礼拜做多 这个礼拜做空 多震荡 空 多震荡 然后呢 空 多震荡 空 多震荡 多 多 空 震荡 空 多 你一定会问 怎么有可能 没有错 你想的都是怎么有可能看得懂 那周融告诉你 礼拜四 我相信呢 这个日子你一定会 礼拜四什么日子 就是呢 隔两天之后 上礼拜四什么日子 来看 今天礼拜二嘛 对不对 这是礼拜一嘛 对不对 这是礼拜五嘛 这是礼拜四嘛 礼拜四打到最低点 好 那礼拜四打到最低点呢 你怎么知道要做多 来 周董呢 都是拿了真实的操作 来告诉你呢 什么要做多 什么要做空 了解吗 这是礼拜 昨天礼拜一 这是呢 道琼的礼拜五 这是道琼的礼拜四 道琼的礼拜四前面呢 已经呢 这两三 三天不破底了 不够对不对 不够的来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三天 不破底了 了解吗 多一天啊 四天 这一天看到低点 对不对 这是呢 我们上礼拜四 对不对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两三四 四天不破了 废半 这两三 了解吗 三天不破了 了解吗 所以呢 答案就在 好 那如果呢 这些大咖的股市呢 如果不破低的话呢 那台湾股市呢 相对的 台湾股市呢 杀低呢 你千万不要搞错方向 了解吗 而且呢 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叫夜盘的 什么叫夜盘 你杀低以后 对不对 很恐慌 对不对 夜盘会续跌 没有 没有 往上 了解吗 你就知道呢 盘面反转了 来来看 盘面既然反转的话呢 礼拜五就必须涨 礼拜一就必须涨 了解吗 所以当礼拜五涨的时候呢 周董呢 直接带会员做 我说呢 兵分二入 我们呢 其中一半的资金要做周选择权 关键价在154 虽然呢还没有来到 可是重点 跌不下去 我们看得懂 跌不下去呢 外置密码表来看 好来看 怎么看 来 这是呢 6月5W的表 有没有看到 左上角呢就是 第6月第5周的表 那我们用红色框框呢 框起来就是如果站上15400 他呢会挑战15700 昨天呢是不是来到了 15650以上 了解吗 所以呢昨天呢有来试图挑战这个位置 可是呢 没有办法过 不管是价不管是量不管是呢大家的心态 基本上呢只是抢反弹而已 所以呢没有办法持久 所以呢一定要再打低 今天呢是不是又回到15400呢 那很简单 15400就变得最关键的点位 因为呢 今天的确有跌坡 跌坡的意思呢 不是叫你呢自己吓自己 我说呢现货是真实的 期货跟选择权都是假的 了解吗 怎么样去看透真实 今天跌破15400以后 对不对 明天不可以跳低 走低 杀破低 了解吗 如果跳低走低 杀破低的话 很简单 来看 有没有看到 这中间呢 应该没什么支撑啊 就是呢 153破了 就会到152 152破了 就会到151 151破了 就会到15000 那一定会问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你会看到我两个黄色遮起来 我怎么知道是157 会摸一下 我怎么知道154不守 会到15 15 就是这两个遮起来的 数学记号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利用大盘要反弹 上礼拜五呢 直接买7月的 15500的 那为什么要买7月 不买周选者权 因为呢盘势啊 我告诉大家 盘势呢 如果直接喷出 或直接下降 这时候呢 买周选者权 无往不利 为什么 赚很快 而且呢 不用去担心 他的方向 跟他的价位 可是呢 当呢 在底部的时候呢 如果你上个礼拜五 你有看夜盘的话 你真的会被气死 为什么 上礼拜五呢 基本上呢 拉高以后 突然间压回 了解吗 从15142的期货 直接压回到14959 了解吗 压回200多点 压回200多点 你以为是空的 只有我们知道了 要逢地布局 那逢地布局呢 如果我们买周选者权的话 很容易被欺负到 为什么 因为呢 下跌的过程当中 周选者权的扣 会跌得非常地快 非常地深 甚至是腰斩 再腰斩 什么叫腰斩再腰斩 100点 变成50点 50点 变成25点 那基本上到底 会不会到 会不会来 不要去预测 所以呢 周董 知道方向是往上 我改做 月选者权 很稳当 月选者权呢 我们挂的价位呢 在 170 一路买到132 都不会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 礼拜一要暴涨 为什么知道礼拜一要暴涨 阳明要除全 了解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阳明要除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买进的时候呢 最低买132的 到了礼拜一 是不是就赚了快一倍 10万块赚了9万4 好 接着呢 大家呢在一片乐观的时候 昨天是不是来到 15660多点 来看一下 昨天呢 最高 15656 来到这个点位 来到这个点位呢 周董呢 不会想别的 我会去偷看 这张表 这张表呢 就告诉我 157呢 即使来摸一下 也会被高压电电到 什么叫电到 我摸一下 我明明知道 不可为而为之吧 我摸一下 然后又变电到 了解吗 根本不可能站上去 就被电到 了解吗 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周董呢 决定 上不去 对不对 很容易返向 很容易返向呢 基本上呢 我们要挑 不叫价平的 价平的 甚至价位一挡就好了 价平或价位一挡的 普特 先挑15400的普特 先赚122% 回档很快 了解吗 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看得到 所以我做得到 了解吗 最低还买31.5 最高出到70 夜盘呢 虽然呢 有暴涨到96 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 你要知道 那个是跟随呢 9.5美股的波动 不是我们能够猜测的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审慎 一步一脚印的 把我们的获利 一步一步一步的拿进来 对不对 先赚94% 再赚1.2倍 那接着呢 今天 今天很明显 我说呢 今天叫送分题 那为什么今天叫送分题 还记得吧 我说呢 做期货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记得 不用看好 也不用看坏 了解吗 你只要记得呢 每一天呢 期货都有一个开盘价 什么叫开盘价 今天呢 开 来看一下 右上角 开盘 15299 15299 那相对的 开盘价呢 我相信呢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得懂 了解吗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得懂 那你记得哦 开盘价很重要哦 就是今天的多空的关键 了解吗 今天多空关键就在这个点位 画给大家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十字游标 十字游标呢 就是今天开盘的第一个五分钟 第一个五分钟很简单嘛 开15299 那你这条线呢 叫杠子哦 如果呢 你不会画线的话呢 你拿你们家的尺 拿你们家的尺来 也没有关系 拿你们家的尺来 也没有关系 好 你看到哦 15299 开了以后 没有上去 没有上去 在开盘价之下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空 大空 中空 小空 空空空空空 开盘价为基准 上多下空 不得有物 这是我发明的 今天是送分体 一路让你赚了一百多点 了解吗 要赚一百五十点都有 因为呢 直接杀到 杀破一万五千一百点 了解吗 直接呢 让你赚两百点 就是今天的盘事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我们就看出来 那今天呢 既然往下走 往下打的话 15300的固责可以做 我们赚了1.59倍 接着呢 再往外 一万五千两百点的固责 再赚百分之五十五 这就是我们 这个礼拜的成绩 每一个成绩 每一个方向 我怎么做的 我怎么想的 我怎么布局的 我刚才交代了 巨细米 清清楚楚 不是呢 我直觉啊 我想到啊 我梦到啊 不是 做选择权 你必须要清楚 外资要做哪一个方向 外资做的目标就要在哪里 哪里不到会到哪里 哪里破了会到哪里 全部分析的一清二楚 而且要事前分析 这个礼拜呢 没有上礼拜多 这礼拜呢 只赚四倍 四点三倍 上礼拜呢 外资密码表 真的很可怕 有没有 一旦跌破 就往下五百点 甚至上千点 那你可以看到 刚开始呢 上礼拜刚开始 也是赚得很慢 38 48 71 310 404 112 384 接着礼拜三 礼拜三呢 是周董的答应会员 一定要做的行情 什么叫一定要做的行情 礼拜三的选择权 一定是便宜到不行 可能就一点到两点 可是呢 可以涨到一百点 一点如果涨到一百点的话 是赚 九十九倍 什么叫九十九倍 一万块就赚到九十九万 一万块 我相信大家都拿得出来 一万块要赚九十九万 只有礼拜三可以 那你要不要珍惜礼拜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张密码表 给我们多大的功用 礼拜三一大早 先赚一倍 还没有呢 到结束的时候呢 结束是赚五点四倍嘛 先赚一倍 买15700的PUT 接着呢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15700的PUT 我们已经赚一倍了 有赢家心态了 对不对 赢了对不对 我们十万块已经赚十万了 对不对 再拿十万出来 再买15600的PUT 买十点 你会想怎么那么便宜 礼拜三才有 很便宜 一路赚到242 赚了23.2倍 十万块赚了232万 上礼拜三做了 所以呢 上礼拜三的绩效真的很棒 了解吗 上礼拜三的绩效 总共是42.3倍 好 那这礼拜呢 比较少一点 这礼拜呢 只有四倍 了解吗 然后呢 上上礼拜 也一样做五趟 十一倍 这就是我要给你的 并分二入 因为呢 从来没有人知道呢 原来呢 台湾股市呢 跌破了一万八千点 股票呢 会涨得变很少 可是呢 不要气馁 你还有指数可以做啊 指数跌千点 by put千点赚 赌注谈八百点 by call赚八百点 然后呢 put c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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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呢 只有周董知道 因为呢 只有周董有外资密码表 那股票虽然呢 涨得很少 会告诉你 我们呢 带你买会涨 带你买会赚的 带你买华星赚六成 带你买 耿鼎赚1.13倍 耿鼎第二呢 不管是呢 六二七九的狐连 甚至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宝一 耿鼎第三宝一 也赚四成多了 了解吗 所以呢 按照这样的tempo 我们呢 都一档一档的赚进来 还记得我告诉你吧 我说呢 这个大盘呢 在这里呢 固然很多股票出现底部 可是呢 你也要记得 很多股票呢 基本上还在破底 还记得呢 我们曾经讲过 他坏话的股票吗 我想呢 我讲他坏话呢 没有很多啦 就四档股票 哪四档 2344的滑棒店 2337的望虹 3034的联勇 那什么时候讲他坏话的 就是呢 他产生了讯号的时候 3月22号 3月22号 当天呢 往下杀了 一万多张 杀了16块 当时候呢 最高点呢 还有446 今天有没有破底 有看到 今天再度破底 来到了314 220 了解吗 还有呢 后面呢 再追加一档 讲他坏话的 联邦科 什么时候讲他坏话的 这一天 3月29 讲到坏话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逃命哦 还真的有上来勒 还真的有来到931让你跑 结果到今天呢 大盘已经往上反弹了 五六百点 已经反弹了三天了 你有没有看到呢 2454的联发哥 继续的往下破底 那为什么 因为整个趋势完全不一样 了解吗 不管是因为恶务战争 还是因为现在的消费型的店子 完全的 没有人希望 再来买手机 或者再买面板电视 总之呢 这样的股票 过去璀璨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把联勇去年赚60块 把它以为今年还会赚60块 不要以为联发哥去年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今年还会再创历史新高 整个趋势就是你很反转 一个反转态势的话 基本上呢 这样的股票 我也讲过 完完全全不会涨 而且呢 破底 破底 再破底 了解吗 其实大盘呢 已经往上反弹了三天了 这样的股票还往下破底 所以你就知道说呢 原来啊 台湾股市一定要跟着周董做 选择权是最好做的 因为我答应你嘛 明天一定有倍数以上的行情 一倍 五倍 十倍 这个行情呢 只有礼拜三才有 而且重点 全台湾 只有周董会 全世界也只有一个人会做周选择权 就是周董 你一定想说 真的吗 那很简单 现在是不是有Google Google一下 你打呢 谁在做周选择权 Google下去 对不对 他是往全世界搜寻的 搜寻完了以后 他会告诉你 只有正深的周志伟有在做 PTT里面有在讨论 那你想看 怎么可能全世界七十多亿的人口 只有一个人在做 你就知道 周选择权 他需要相当的智慧 如果没有发明外资密码表 你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那谁发明呢 只有周 只有周董发明 所以周董特别请大家 我说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 现在要做股票 我们锁定 这家大集团里面 的一家好公司 做车店的 相对的股票 我帮你准备好了 周选择权明天可以赚十倍 所以周董给你一个最棒的专案 51899 正向的力量 让你可以跟周董一发就发很久 温温荡荡的加进来 不管加LINE 加Telegram 重点 要加我的会员的 成为周董会员的 打电话最快 02-2321-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